這件事情以後 我開始討論我是不是要開車 因為我看過的很多錄影帶裡面 通常開車的人都還有求救的機會 而騎摩托車跟騎腳踏車 可能一時間就不難了 這個就叫做風險這樣子 那不是機率可以解決的事情 你告訴我說這個機率很小的小 我現在已經過高雄馬路 我絕對不會站在廣帶上面 這個就是一個風險的樣子 那很多人在討論說關鍵救援的那個黃金三小石 他意思就是說如果這個三小石裡面 消防人員救災人員可以把這個災難給解除掉的話 就不會有這麼大的事情發生 所以我想一下說 如果這個三小石 假設在一個超完美的演出底下 這個災難以後都會被解除 第一個階段是這樣 我們假設我們救災人員請教人員 他到了現場他眼睛看到 他鼻子聞到 然後他就可以非常敏銳的 跟他腦中的資料去核對 判斷這個叫做 這個叫以錫 這個叫做 這個叫扁錫 這個叫做以往 他可以判斷出來 可是各位想一想 他怎麼會能夠判斷出來 那一定是以前他聞過他以前看過 他一定會受過訓練 他才能夠判斷出來 可是問題就是我們並沒有讓他有這個訓練 那我們為什麼沒有讓他有這個訓練 那是我們假設這個以錫根本不會露出來了 也就是說 我們整個對於10萬元要輸送的風險概念 基本上就不包含這個10萬元要會露出來 那這個就是我們的風險治理 一直把原來可以處理的這個以錫的那一種方式 SOP呢 我們都把它用在既然之前沒有發生以後就不會發生 我們態度就是這樣 所以所有的風險概念 都可以用我們每一天日常的那個標準程序去注意 所以我們就不會有注意 以錫這個問題 那第二個階段 假如我知道這個是秉習 那第二個步驟要怎麼辦 我當然就是把它斷起來 所有的那些實話 中實話 李長榮 那一些高星 全部都給予停性 問題又來了 我們也沒有這樣的一個指揮救災系統 為什麼沒有 我們也是假設它不會有落企 我們就是沒有辦法有那一種 像馬總統一直強調那個 核災的時候有一個叫做斷染處置 我們沒有斷染處置的系統 所以你看它斷氣它比你氣場 它繼續繼續輸送那個原料出來 繼續累積那個外露的隱形 到最後累積到它會爆炸 所以剛剛徐章要講的 這是一個必然的結果 因為你本來就一直讓它在外露 好 那第三個 假設我們也很成功的 不知道為什麼的 我們就讓它斷氣了 那第三個步驟就是說 我一定要把這個氣給排除掉 剩下裡面的那個隱形要把它給排除掉 那這個是一個高爆炸的氣體 不管是你引導到一個空曠的地方 或者是你用燃燒洩壓的方式把它處理掉 因為它是高爆炸的東西 在處理的過程之中 也很可能因為一些火花 一些技術上的問題 就會引發靈緩的爆炸 所以這是一個很小型 等於是在拆炸彈一樣 那如果你認識到這個危險性的話 那一定有問題啊 周邊的那些民眾 我們要不要讓它疏散 我們有沒有做過這種疏散裡面 當然也沒有嘛 為什麼 那理由還是一樣 我們假設它不會有外露的問題 所以這整個三個階段 什麼黃金 三小石 什麼華國什麼的 那種那些東西 基本上都忽略了一個最基本的概念 就是我們的政府 從中央到地方 就從來不認為頂席會外露 所以時候營養會外露 從來不會 可是你知道 什麼叫意外 意外就是說出入你的意外 你這種不會的事情 它就會發生 這個是風險最基本的概念 所以我們的政府 基本上的處理做法是這樣子 它把所有可能會發生的風險 都 第一個 它想辦法把它強行歸納 叫做我們有日常的SOP處理控制 第二個 很不幸的是 如果它這種日常的SOP 真的很有效的話 那也好 但是我們看到這一次七暴 沒有我們看到的情況是沒有 它根本就是 所謂的日常SOP就是沒有人在管 那就是業者的自主管理 就是沒有人管的意思 所以我們的角色 基本上就是黑箱 然後黑箱的時候 它會 我們政府的黑箱處理 這也不是這七暴 就我們整個所有的那些風險 從食品安全 到疫苗的施打 到那種服貌的遷屬 對於那種事業造成影響 我們政府處理一貫的態度 基本上都是資訊不公開黑箱 那黑箱處理的過程之中 就找各種理由來說 你它這個資訊不公開 是多有道理 比如說這一次就會說 這是一個避免恐怖攻擊 所以它不能公開整個資訊 我覺得我們不用去擔憂恐怖攻擊 因為有這樣的政府觀念 那就夠恐怖了 那如果是這樣的 我覺得 面對這樣的問題 如果這些死難者 它是有代價 然後我希望我們將來 在寫我們的歷史的時候 應該是說 因為高雄死了這麼多人 所以從這次最嚴重的公安事件以後 台灣開始啟動了一個 明確的風險治理 民主的風險治理的制度 以後我希望歷史是會這樣寫的 那這件事的商法則是有意義的 那什麼叫做民主的風險治理 那第一個當然是 我們要曉得 英國關係如果非常清楚的風險 你是可以用SOP來處理的 這是講求效率必然的接受 可是風險就像我剛剛講的 有一大部分就是 你認為英國關係非常清楚 你認為你可以處理 可是它常常用你沒有辦法 預料的方式在發生 那一個社會裡面 想要把什麼樣的問題 定義做英國關係不清楚的 這個要看那個社會 他們對待某一種風險的態度是誰 比如說我跟各位講一下 你們認為抽菸很危險對不對 我們舉全國之意在防治煙害 我們的政府官員很多人都會 跳進去拍那個廣告店 可是你們想過嗎 吃鹽酥雞其實是可能是更危險的事情 因為它所造成的生理上的問題 可能不是像煙而已 煙它很清楚 很清楚就是對不細心 可是吃鹽酥雞當然可能是腎臟 然後肝臟 然後各樣的問題才會出現 可是我們這個社會對於試驗書記 似乎不認為它是一個高風險的事情 所以什麼樣叫做陰謀關係不明確 什麼樣叫做機率很小 發生的很嚴重 比如說核災 這個東西你怎麼去權衡它 叫做風險很高 這個是需要每一個風險承擔者 他都有權力決定的 這就是為什麼風險的問題 一定是一個資訊公開 而且是一個民眾要參與 風險承擔者要參與 所以我希望從這件事情 我們能夠建立一個民主的風險數 它應該包含最基本要包含三點 不管怎麼處理 它要包含三點 第一個一定要資訊公開 因為只有資訊公開 你只能讓民眾了解到說 有什麼樣的因有什麼樣的果 不確定的因素在哪邊 它才會建立起 對於公政府決策的信賴 風險的問題 只有通過公共的信賴才能解決 第一個你看資訊公開 第二個 一定要多元審議 也就是說 政府偏好政策的專家可以發言 但是反對政府偏好政策的其他意見 也一定要被納入來考量 第三個是 這個過程裡面一定要有公眾的產業 它才有辦法 對於那一種風險的承擔 有它的震盪性 所以 我希望說這一次的氣爆 如果說對整個台灣社會有意義 不是降單情 不是那一篇什麼 我也來講一些貼詞啊 什麼 那現在是很兩面的東西 那我希望 第一個 我再重複一篇 一定要資訊公開 第二個 一定要多元審議 最後一個 所有的風險的厲害的 那個承受者 就是公眾 一定要進來這個決策的過程 多元審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